指着前方所有凌乱不堪的物品 完全看不出原有的样貌 这里是位在北南乡出路的龙过麦地区 13号的凌晨2点台东刮起阵阵的焚风 苏立台风带来的瞬间强阵风 让原本在这里20坪的铁皮屋民宅 不敌强风硬生生被风卷起 整个房屋被吹到对面10公尺处的地上 当时正在屋内睡觉的秋信屋主 说到当时的情况还余悸有存 风很大 铁皮屋子飞 然后就很紧张就赶快跑上去 不到10分钟就飞走了 虽然台风没有登陆 可是这个龙减风式的 就是非常的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 现在房子已经被摧毁了 那么我们在街道吹风空出村长 我们的村康市的这个 马上的这个书报了 我们已经做成这个专案 来报庆 我们上级政府能够体恤 我们乡亲的这一个辛苦 电视机棉被家具以及房屋内所有的物品 全都散落一地 包括还在通电的电线 还在等待电力公司的抢修 被难乡长吴信义也紧急联络相关单位 希望能够尽速处理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万一这个被触电 因为电线这样子全部毁存下来以后 也没有做断电的一个措施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既然我们现在发现了 刚刚我已经马上就向我们台电 被难服务所 和所长的来反应 大概在中午以前会即刻的把这个安全措施 全部把它完成 苏力台风虽然已经远离 不过外围环流带来的降雨 让一夜之间变成无可刮牛的屋主 目前只能暂时安顿在乡公所安排的住所 也希望后续的处理能够尽快完成 东台新闻张家伟林婉珍 北南相报导